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在一起也很久了 人应该很理解对方的 但他根本不能理解我的感受 遇到事情总是要跟我讲道理 我很多时候只是想得到他的关心 但他总觉得我太矫情 觉得我无理取闹 我一直都是顶着为他好的思维 来给他建议 给他说很多事情 但是他总不满意 而且他提出来让我做的事情 我也都会尽力去满足他 但他还是会找各种理由来跟我争论 我觉得好麻烦好累 我就想知道我们俩之间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我俩是谁对谁错 还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问题 但他为什么总是要把一点小事情 都上升到我喜不喜欢他 爱不爱他呢 我真的搞不明白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小周28岁来自湖北调解师 小李26岁来自广西活动策划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女生在介绍的时候用了好几个多啊 认识很多年 多少年啊 认识有超过十年了 谈恋爱谈了几年 谈恋爱五六年 哦 时间不短了 应该彼此非常非常地了解 对吧 是 已经很熟了 那怎么还会出现 你们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 虽然说矛盾也不是什么大的矛盾也没有 平时我看节目的那些矛盾大 但是小问题累积成山 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我现在就不知道了 行 那我们就说说这些小问题呗 啊 在生活中嘛 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不顺心啊 委屈的事情 是 那我不跟我的男朋友说 我跟谁说呢 啊 然后我就肯定 说的一些事情嘛 我跟他说解决办法 他又不听 哎 你们能举个例子吗 那是听着云里雾里的啊 就比如说嘛 我之前工作的是住在宿舍里面的 然后我们宿舍就是几个女生嘛 五六个吧 其中一对的男朋友就经常来宿舍里面找他 聊一下天 吃一下宵夜什么的 那有一次我就在洗手间里面洗澡 就是我习惯洗澡是不戴长裙或者外套的 就是穿的比较少 就没法出来了 他们在外面聊天 我就一直在里面等着 就想等他们聊完了 我再出去嘛 然后大概等了一个小时 在里面就挺郁闷的 然后出来之后就觉得有点委屈 我就跟他说嘛 如果他能安慰我一下 哄我一下 我就会很开心 然后没想到他就开始跟我讲道理 没有我就觉得他 干嘛不提醒一下外面的人呢 他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在里面等着 不是他自己自找的吗 然后当时原话是这样的 他说你自己没有去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让自己受委屈 你不是活该吗 可能说的有点严重 但是我就觉得他很活该 行 这个事一听我们就听明白了 你觉得没有起到一个男友的责任 是吧 我就想说我把委屈说出来 你安慰我一下 我是想怎样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你可以之后跟他们说你们这样 以后能不能注意一点 毕竟是女生宿舍 男生去了本来就不好 你不说他们永远也不知道 是是是 你别再给他讲道理了 就你为什么 我不是说跟他讲道理 我不是说你下次 或者说之后你跟别人讲一下 就不会再这样了 你看嘛 就连现在这么多人 他都要跟我先讲个对错 是我错了 我确认错 我跟你说我错了 我没有跟他针对错 他才会 他还不一定会好过 我跟他说怎样去避免 以后再避免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是为了让你不受委屈 不是跟你针对错 但是在事情发下的当时 我只是心里很委屈 你男朋友还要来 就好像站在对面的阵营了 我就觉得我不能接受 说白了就是手滑破了 您到底是先给他贴一创可贴 还是问他说 你手怎么又不小心滑破了 我跟你讲 你怎么不长记性 不就这意思吗 我跟他经常说事情 他也都不怎么听我的 他有一个同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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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她不要再跟我讲道理了 我不喜欢听道理 我就想让她安慰我 这个你跟她说过吗 说过 她挺过分的 我跟她说 下次吵架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就抱着我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了 她跟我说 道理我都懂啊 那时候我就是做不到啊 我不觉得我有错 也不觉得你是对的 是吗 我可能能安慰你了 是吗 说过 这些事情就不是很大的事情 她就 就很小题大做嘛 因为我觉得我对她也 还是很好的嘛 她平常睡到中午起来的话 早饭也不吃 我就做好了啦 去给她嘛 然后她对我一般提的要求 就算我不想去做 我也会去给她做 比如说出去玩啊 然后拍照 她让我拍的 我还是面带微笑啊 心高采烈地跟她拍 拍完之后 我就跟她说 我不理解 你们干嘛呀 这样好麻烦 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为了让她避免伤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伤害 远不及你在感情当中 带给她的伤害大 女生有的时候要的不是 你教我怎么去做 我要的只是你安慰我 因为人生的道路上 谁都会摔摔打打 你不要跟我讲 这个过程当中 我为什么会摔倒 我应该怎样站起来 你只需要在我摔倒的时候 给我一个拥抱和肩膀 告诉我 有你在就可以了 这就是女生的思维 而你呢 为了讲道理 你的出发点是说 为了她好 但在我们看来 就是在标榜 自己的成熟 和立自己在这段感情 当中的微信 这是永远都是我最大 我说的是对的 而你这个信号 传达出来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感受 是什么 时间长了 你烦她了 因为你的这种 无限制的讲道理 处处在打压她 处处在说着三个字 看不起 这么小的事 这么简单的 你就活该啊 你让她听到的这个意思 让我听到的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 你好烦这个女生啊 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耐心 听她去倾诉 她心中的那些烦恼 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耐心 再去听她 跟你说她那些委屈 你想想 你们刚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你给她讲的这些道理 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 接下来对女生来说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明知道 有很多事情 你就是矫情的一下 矫情的人是你 有小本 你要记他给你 做的感动的事情 加五分 确实这一些东西呢 就是推动我们感情 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但是如果你所有的事情 都用这么明确的方式去记录 多了少了 多了少了 那你就是激发 她对你的那种烦 所以这也是你应该 反思的一个点 好 刘伟众 谢谢 其实我觉得女生挺想到的 其实她埋怨的 不是别对谁错 而说她想要的东西 你不懂 包括比如天气冷啊 你要给她带衣服啊 包括给她做早餐 其实你是觉得我对她好 对不对 但她其实她要的 是你懂她的那颗心 包括她要的是 你真正愿意 心甘情愿地去了解她 她此时的烦恼 此时的不开心 到底是因为什么 比如说她躲在了 卫生间的一个小时 其实很尴尬 很无助 当她第一时间 想跟你联系的时候 你觉得她是想说 这件事 今后应该怎么去处理吗 不是 她要的不是这个道理 她懂 她会 此时此刻 她要的是说 你能体会到她的感受 而你对她的态度是怎么样 这些你没有给 你不懂 而且你也不愿意去给 你刚才说了很多 你说她是一个很麻烦的人 无奈烦 然后活该 她要的不是一个家长 不是一个导师 她要的是一个 能够让自己 在最受委屈的时候 一个亲属的人 而这个人 你不能理解她 你就做不了她男朋友 别看每件事情 你都对 但她也没有错 情理之间讲的是什么呢 如果只讲道理 道理是很冰冷 情理之间 更多应该讲的是情 感情是热 一味地讲道理 只能让这份感情凉确 该讲道理是讲道理 但是该体会 对方感受的是 一样先体会 对方的感受 就这样 女生一直在掉眼泪 觉得挺委屈的 我说点好消息吧 其实你们两个的 关系是亲密的 亲密在感情中的状态 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从大的方向来看 我认为你们两个的 感情是好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 刚才女孩说了 一句话说 我像个孩子 我们两相处 都像个孩子 这听起来是美好的 但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孩子那部分 留在生活里 很小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不是孩子 我们必须要 携手长大 我认为你们两个 应该去规划 更多的人生目标了 当我们把人生 规划成一段一段的里程 我们现在要做的 主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 去努力 也许你们就不会 那么鸡毛蒜皮的 盯着对方的一点点 其实那么愿意争吵 是因为在意 真的不在意 吵什么吵 但我们这么在意 就要找到方法 让这种在意 不要变成疲惫 不要变成压力 所以我认为 适合你们两个的方式 应该是相对保有 独立空间 还有就是制定生活的目标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的生活怎么规划 我们将来怎么对待父母 我们是不是该去做一些 对未来生活 具体落地的想法 这样当你们的路 清晰的时候 不会再盯着对方的 鸡毛蒜皮了 调整一下方式 未来可以过得更好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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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我就难受多了 我就不想再难受了 道理我都懂啊 我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我也很喜欢你 你受到了伤害 我也会跟你一起难过啊 问题就是你不做啊 道理都懂 就是不做 我就很罚罪一点 你知道吗 我也罚罚啊 你不开心 我也会陪着你的啊 你生活中会给我这样地址 然后暗恋我哄我吗 没有吧 以后你在台下 如果也这么对我的话 多好的 我不对的地方 我会慢慢地改 也希望你不要 太计较的学习 学会 不说话 男人话多像我这样 就挺招人烦的 少说得了 不讲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君乐宝 我没什么 titt 我愿意 没什么 我愿意 我闹了 你 我不懂 你 我不懂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 谢谢我的祝福天生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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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祝你们开心吧 请回吧 谢谢 谢谢 谢谢